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看我们讲的拉斐尔德这些东西 它是怎样来体现一种时代 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文主义的概念 它是可以 我们绝对不亚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几张 圣母玛利亚 这是文艺 这是宗教 圣母玛利亚 大家看这张画是拉斐尔德圣母玛利亚 最受大家欢迎的一张画 圣母玛利亚 大家看他圣母 他用圆的结构 大家看圆的结构 大家看圣母的这条曲线是这样的 大家看基督的这条曲线是这样的 两个圆套着的 扣着的那种感觉 这个圆也是跟着他的 然后整张画都是圆的 然后他这儿有条椅子的坝是直的 这张画的构图就非常非常的完美 曲线和直线 那种环绕的感觉 如果整个都是环绕的 他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他有根柱子就使这张画稳定下来 找到一个中性 使这张画稳定下来 所以这张画是画得非常完美 人们就有一个说法 就好像说这个基督 圣子 就基督的形象 就好像是一颗珍珠 包在一个贝壳里面 这种感觉 他就觉得这张画是这样一种感觉 这是圣母最美的一张圣母玛利亚 西斯廷圣母玛利亚 西斯廷圣母 圣母玛利亚 表达圣母玛利亚对基督的那种担忧 基督要献身的这种精神 他都通过这张画来表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有人说 有人问拉贝尔 说你的圣母怎么画得那么美 你的模特是哪个人 拉贝尔告诉他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模特 我是从很多人当中 来集中体现他的美感 所以我就说 大时代的精神 用一个人物的形象表达的是一种 时代的生命 时代的精神 这是拉贝尔说一世古典主义绘画的代名词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改行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改行